你还吃饭不 我等会儿再吃 于是老太太跑了 那我呀 先去挨个吃一遍 等会儿你捡剩菜剩饭 哼 这老太太腿脚倒是麻利得很 金瑞阳还站在一边 等着许思思 许思思受到了打击 需要安慰 跑过去拉住金瑞阳的手 瑞阳哥哥 我可以用一下你家电话吗 回答她的是男人温柔的笑脸 并且握住了她的手道 我带你去 金瑞阳带着许思思去了书房 书房里也有电话 许思思坐在椅子上 打通了家里的电话 电话刚一接通 就传来许二红 张扬且牛逼坏了的声音 喂 谁呀 一听就是大老板气息浓郁的语气 许思思沉默了几秒钟 这还是她老爸吗 喂 是我 思思 咱们家小黑呀 咋的啦 想你老爸啦 嗯 许思思乖巧地硬了 许二红却道 那咋办呀 你老爸我不想你呀 许思思被打击得体无完肤 想起打电话来的目的 许思思开始告黑状 爸 奶她偏心眼 我和念念姐都要高考了 奶奶说 我考上考不上 她都要嫌弃我 什么 咱们家念宝要高考了 哎呦喂 大喜事啊 快 小黑 把电话给你念念姐 让你爹和我大侄女 好好说道说道 爸 我是你亲闺女 你不重要 活着就好 啪的一声 许思思直接挂断了电话 嗷的一声 扑进了金瑞阳怀里 瑞阳哥哥 咱们欺负人 电话那端 许二红赶紧拨通了 进家客厅里的电话号码 喂 妈 咱们家小黑 果然太紧张了 你说咱们这么怼她 能有用不 会不会因为难受 就更紧张了 老太太一脸笑意 不会 你闺女啊 跟你一个尿性 欠虐 许二红表情便秘 十分不乐意 老娘啊 你要这样说 那我可就要伤心了 关你老娘屁事 伤心着去 有本事啊 你一辈子憋着别笑 让你老娘乐呵乐呵 说完 老太太啪的一声 把电话也给挂断了 对这个许久未见的儿子 不带一丝留恋 那边 许二红摸着心口 熟悉的味道 最近钱赚多了 到处都是巴结她的人 她都已经膨胀到 飘上天了 听到她老娘这熟悉的数落声 她飘飘然的心 又落回了肚子里 只要一想到 哪天她飘起来 可能会干混账事 她老娘能一刀把她剁了 她就觉得 还是小命重要 飘什么飘啊 不能飘 飘了会死人的 见血的那种 这边 许思思抱着靳瑞阳 嗷嗷哭了一声之后 声音消失了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 许思思被亲得头昏脑胀 努力推开靳瑞阳 瑞阳哥哥 我们来谈谈高考的事 靳瑞阳眯着眼睛 温柔地安抚她 还紧张吗 许思思把脑袋 埋在她胸口 心跳有点快 但是不紧张了 我该向奶奶学习 靳瑞阳安抚着她的脊背 奶奶其实一点都不偏心 她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在安慰她而已 老太太是个精明的人 她对待孙女的方式 都是因为性格而定 许念念心思玲珑 敏感多疑 所以老太太对待她 就像捧在手里的宝贝疙瘩一样 把所有的疼爱 都表现在行为上 而许思思心大 又是个活泼的丫头 所以老太太跟许思思的相处方式 才会这样 许思思眨眨眼睛 望着一脸温柔的靳瑞阳 我知道奶奶不偏心啊 很早之前 她的确觉得老太太偏心 但是老太太对她也不差 她性格大大咧咧 不怎么在意 加上后来 念念姐对她们一家都好 她当然就更不会介意了 后来 她慢慢懂事之后 才知道 她奶所谓的偏心 永远都是嘴上念的 包括 被她吐槽最厉害的老爸 她奶奶都是一样的爱 有次 她看见老太太和她爸打电话 一边骂一边笑 眼里温柔的笑意 是她这辈子 见过最美好的光景 我来看见您的一道是 让她的酷炼 我看见您的眼睛